正義之事 新北市跨黨派議員一字排開 高喊口號 嚴厲譴責活摘器官反人類暴行 並有29位跨黨派議員連署提案 支持立法院推動刑事立法 嚴懲參與活摘器官暴行的惡人 不人道 而且是非常殘忍的行為 那我們也期待 透過我們的一個態度表示 讓全台灣的人民更了解 活摘器官的事件 那也杜絕世界上繼續發生 這樣的活摘器官 我們跟全世界國際呼籲說 我們台灣人基本上很重視 活摘這項立法的精神 等於說我們要反對暴力 然後支持善良 不要透過一些不當的行為 剝奪或是損害別人的生命 以及心命安全 我們更希望政府可以拿出 積極的作為 避免更多我們台灣人民 在國外受到傷害 活摘器官在整個國際上 都遭到所有人類的譴責 整個國際社會應該以以制裁 多年來國際組織各國政府 調查都指出 活摘及盜賣人體 活摘器官 是中共獨裁政權下主導的暴行 加上近期柬埔寨也出現 活摘器官 台灣人不僅受害 甚至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成為幫兇 提案也要求市政府宣導 禁止境外器官買賣 針對中共這樣的暴行 我們絕對是予以譴責 那在人權的這個普世價值上面 台灣也是一個民主跟人權的燈塔 我相信在我們的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要好好來捍衛 每一個人的生存權 以及所有的人權 本來是天理不容 因為人好好的被騙走了 被活摘了 這個當然是天理不容 希望前台議會都能夠跟進 鼓勵更多的人 是透過正當的管道 正式的管道 我們一起來加入 這個器官捐贈的行列 但不是被迫 或不小心成為這種 活摘器官的幫兇 在全球多國推動制止 活摘器官暴行的人權運動下 台灣地方縣市議會 陸續提案響應 短短兩個月 已在桃園 台北 新北市議會 通過提案 新唐人亞太電視 齒千里 曾永如 台灣 新北報導 建議權商標 生意機密研究 藍公司 雖然 氏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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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